美国前国安贵问欧布莱恩公开宣称 中国大陆如果犯台 美国宁愿摧毁台积电 以免落入解放军的手中 引发大家的质疑 而前立委蔡政员就痛批 美国炸毁台积电 当然也会炸死台积电成千上万的工程师 但是问题是台积电是军舰吗 日本清朝政客爽荷兰战败的时候 都没有摧毁台湾 但是美国和民进党当局密谋 只要台海战争爆发 一定会战败 就计划好如何摧毁台湾 先从台积电下手 解放军从来没有摧毁台湾平民设施的计划 而反而是美国的兵推 在计划摧毁台湾 还要民进党政权当帮凶 这让蔡政源怒骂 这些人心态真的很邪恶 针对了台湾外交部向宏都拉斯喊话 呼吁不要落入大陆的晶元陷阱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今天在记者会上回应 一个中国原则是各国外交关系的基础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和前提 近年来巴拿马 萨尔瓦多 多米尼加 尼加拉瓜等国 相继统中国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后 双边务实合作快速发展 有力助推相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给各个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同包括宏都拉斯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相信这将为宏都拉斯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 创造更多机遇 针对你提到的有关台湾民进党当局的相关言论 我们要指出的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的立场 终将以失败而告终 好 根据正传媒民调显示 副总统赖清德在撒喀都的局势中 以39.3%赢过了新北市长侯友宜的27.8% 还有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18.2% 如果能回归蓝绿两党的对决 还是以44.4%小幅领先侯友宜的40.2% 而对此时事评论员吴子佳分析 以目前赖清德往上走 国民党往下滑的局势来看 如果这个情况继续的下去 国民党2024这一局恐怕会宣告失败 好 我们看到呢 台湾民意基金会也公布了侯友宜的民调 互伴认为侯友宜刚刚选完了新北 马上投入参选总统不适合 议员侯汉廷就认为 这份的民调呢 有一点在诱导式的提问 来听他的分析 我认为他的这个问句是有点诱导的 因为他直接先问了不合适 然后呢才问你同不同意 因为呢上一次 大概在两个月前 同样也有做类似的民调 不过呢他的那个 最后答出来的结论呢 是52%觉得没问题 52%觉得没问题 这个时候是相反的 那因为上一次那个时候 其实他的那个答题 其实也蛮诱导的 因为他说 因为侯友宜在新北做过副市长 也做过市长 总共做了11年 所以呢也不算落跑 所以我认为这个都是 蛮诱导式的问题 都是技术问题 都是技术上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从去年的 得票状况来看的话 其实大家是不care这件事情 只不过因为这两个月呢 是绿营一直在吵这个落跑 所以呢才显得落跑 好像是个问题 但是呢实际上你说 在意的人呢可能不多 或者是本来不在意的人 但因为绿营狂打 就渐渐变的在意了 会有这种现象 海黄鲍鱼干贝 A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马上升级 他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 矿物质远高于 鱼翅啦 燕窝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袋吧 CTI627 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